大家好 我是韩国A 珍泰国 今天要拍停更依旧的韩国香发浪系列 那今天呢 我来到南门市场 台北的南门市场有超过一百多年的历史 旧的南门市场呢 现在在改建中 所以他们搬家到这边 南门中基市场 听说这里真的是太厉害 而且还有接驳车 里面超级新的 还蛮多人会来这边买年菜啊 或者是来美食广场吃饭 好久没有快上发了系列 有点紧张 这个不要再笑我了 大家这样才看得到我的嘴巴好不好 好 那我们进去吧 这里很像那种地下街的感觉 它的路口有很多卖东西的 很像地下街的地方 然后等一下去里面 就会卖很多菜 还有冷气耶 超凉的 这地板可以坐下了吧 这比我家还要干净耶 耶 我进到这个菜市场的部分 超级干净耶 而且完全没有那种鱼啊 传统市场有的那种味道 我上次说要来南门市场的时候 很多朋友说 这边一定要吃吃看 心太软 什么东西 不好意思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问题 心太软在哪里 心太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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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可以哪里找得到心太软 心太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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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心太软找到了 原来心太软长这样子 这个就是心太软 心太软 所以里面有麻吉所以才叫心太软 心太软 太可爱了吧 它的枪的口感好不习惯 但是整体来说还不错耶 但它的麻吉不是很Q很Q的 是有嚼劲的 有点像年糕年糕 阿姨这个吃在干嘛 做蛋饺 做蛋饺好酷喔 我只有看过 我做火鍋裡面的蛋餃 沒有看過真的在做的樣子 感覺超好吃耶 我第一次看到蘿蘿糕本人耶 我以為它都長小小塊的 這很大塊耶 大塊眼界 阿姨買了什麼 它滷的菜 滷的菜 這個是什麼 咕咕肉 咕咕肉是什麼 咕老肉 這是上海菜嗎 對耶 我在台灣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可以去那邊看看 那裡 嗯 好好 這裡真的很多上海的傳統菜 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耶 我沒有去過上海 阿姨這個是什麼 糖蓮藕 哦 蓮藕 哇 很像香腸耶 這個很有名吧 這個 空火糕 什麼魚 這個怎麼唸 姐姐這個很有名吧 很有名 這是上海菜嗎 聽說這個連骨頭也可以一起吃的那種 那我要一隻 阿姨 枯老肉是什麼 這個是枯老肉 枯老肉 那我也要一點點這個 很像糖醋肉耶 嗚 大家有沒有看到很酷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啊 松膏 松膏 這個東西我在夜市有看過 做的過程很像 小孩子做沙子那個家的感覺 這紅色也是過年的時候很適合買 我剛剛在洗碗看到你 哦 真的嗎 松膏好吃嗎 好吃 好吃嗎 它是蓬萊米做的 應該跟韓國的有一種糕也有 真的嗎 我還有這隻有餡的 有餡的 裡面有餡 有芝麻醬 紅豆餡 澡泥餡 我們來吃吃看 很像韓國的那個豆腐 很紮實所以需要配個茶之類的 但我很希望它的甜度 剛剛好不會很甜 對 它的餡 芝麻醬是挑過的 韓國也有在吃這種餡耶 有 就是過年的時候我們會吃松片 那裡面的餡就是長這樣子 有貼在這裡 這裡嗎 我這什麼吉祥物嗎 然後我剛剛看到超酷的東西 UberEats送豆腐服務耶 我沒辦法看 這個到底是送豆腐服務 太厲害了 在未成下單我們去單 然後換 換完之後 然後去送給探索 真的假的好酷喔 還是我幫你們一下 你知道嗎 這不是業配喔 這不是業配喔 我很想要體驗看看 這個UberEats 做的單子 Dirt Birdy 有了 有單子了 他買了兩樣東西 兩樣東西 沒問題的 先喝 火鍋肉片 怎麼辦 如記魚丸 如記魚丸 如記魚丸在哪裡 如記魚丸 消費者在等我們 我們要快一點囉 這裡這裡這裡 老闆 UberEats 是UberEats 老闆這邊很多人買UberEats嗎 對啊 滿滿的 真的喔 哇 這樣超新鮮的耶 大家看 下一個… 羊肉店 羊肉店 很荒謬耶 為什麼要跑啊 現在在幹嘛 喔 這裡這裡 南門羊肉店 老闆這裡有UberEats 豬白肉片600公克 老闆這邊很多人點這個嗎 對 哇 還要報報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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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拜拜 拜拜 任務完成 怎麼樣 我的數字怎麼樣 很乖 真的嗎 真的很乖 你都有備好哪邊在哪邊這樣 對 都一定要備 因為不然那個有時候 單這麼長的時候 這麼長的時候也有喔 對 就是要跑完之後 好酷 欸 滿好玩的耶 來這邊 那你們 加油喔 好 我要去吃飯了 太餓了… 剛剛跑了一趟 那我們上去這個美食界吧 Let's go 大家 這裡的美食界鱗 太大了吧 我到現在拍過的 韓國香巴勞系列里面的市場 最大的美食界 牛肉麵店啊 炒飯店 豆花 印度料理 越南料理 很多餐廳可以選擇 現在來 去吃吃看 哇 天下第一攤小吃類 金白獎耶 好厲害喔 番茄 爛白菜 好吃嗎 我覺得滿好吃的 滿好吃的 從小吃到大 所以拿著從幾歲開始 從他南門市場那邊 有開美食工廠 大概國中開始 十塊十年了嘛 他的特色是什麼 便宜 然後肉很大塊 肉很大塊 番茄跟蒜白菜搭配也挺好 他那個辣椒也有加 他辣椒也有加 還有什麼推薦的 別件的東西嗎 那個豆花 我媽很開心 豆花 你流很多汗耶 來來來來 猜一下猜一下 猜一下 猜一下 老闆老闆 你好 我們想要點一個 番茄跟紅燒牛肉麵 老闆這一間開了多久啊 10幾年有 聽說來到南門市場 這一間是 一定要吃的 沒有 沒有嗎 喔 很清虛耶 牛肉麵有什麼特色嗎 它是現點現煮 然後用新鮮的肉 跟它的那個蔬菜 去煮番茄去 你看到吃到番茄的那一個 欸 這個是牛肉麵 台式的牛肉麵 就是我們把它做變化 因為新鮮人喜歡吃有蔬菜 然後用牛肉麵 然後用牛肉麵 哇 大家 不是那種我們想像中的 那種台湾牛肉麵 有一種越南式的感覺 滾牛肉麵 對啊 真的很不一樣耶 好 來喝喝看 超好喝 我以為它看起來 很清湯的那種 但是它的味道是 很酸很酸 超級好喝耶 啊 有點像火鍋 裡面加了很多料 煮成真的很好喝的那種湯的感覺 來吃吃看它的刀削麵 哇 這個刀削麵真的超級厚耶 是多少錢啊 120塊而已 哇 便宜 好Q喔 牛肉也不一樣 不是那種牛肉塊的喔 因為一般牛肉湯的牛肉應該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 這種牛肉塊 但是它是 台南的那種牛肉片 哇 120塊然後裡面超級多牛肉片 然後是真的很新鮮的那種 第一片子真的太高了 大家一定要來吃吃看 那我們來配一個剛剛買的這個 小菜的部分 這裡很棒耶 在下面買來 然後在上面這樣一起吃 這個就是 蔥烤鯽魚還有 菇老肉 你看 就是那個韓豬肉 一模一樣 然後這個 應該是用醬來煮的 可以想像的那種 韓國也有這種菜 有沒有 跟韓國也一模一樣 好 老闆無安 想請問一下 這一間店有什麼最推薦的 那個 芋圓加豆花 有冷的 有熱的 有冰的 冰的 冰的喔 一個 一個這裡吃的囉 對 你要一個冰的囉 嗚 是湯的耶 湯 我們都是當天做的啦 當天做的 然後都是傳統豆花 喔 現在台北市傳統豆花 比較少 裡面都是工廠批發的 下一個是 來到南門市場 一定要吃的這個豆花的部分 來吃吃看 它的口感很豆腐耶 豆腐 可以感覺到它的 有一點點的顆粒感 真的不像外面的 工業的那種豆花 有手作感喔 當甜點真的是不錯 有一點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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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位的 韓國香巴佬系列 南門市場篇 我非常非常滿意 難怪大家一直推我這一間 首先一樓的菜市場 就是我從來沒有來過 這麼乾淨的市場 然後也有看到一些 我平常沒有吃過的 過年的食物 還有上海的菜 滿新鮮的 整體上比較像台灣的 地下街的感覺 還有冷氣 舒服到不行 第二樓的美食街 一整個區域都是美食街 超幸福的 它的優質性 全部都是不同美食 餐廳選擇也多 東西也好吃 然後又便宜 空間也很舒適 真的是滿推薦給大家 來嘗試看看 特別是這個牛肉 牛肉麵真的超好吃的 我一定會再來吃吃看 因為剛剛在那邊吃的 學生們說 他們即便搬到這邊 他還是會來這邊吃 而且剛剛還有Uber Eats 倒送服務 真的太先進了吧 市場對嗎 白貨店吧 這邊是南門中繼市場 那也期待 以後如果搬到南門市場的話 應該會更精彩 非常期待 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今天的韓國香棒系列 啊好久沒有拍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大家也可以來這邊 台灣的南門市場來逛逛 如果還有別間要推薦我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好那大家拜拜 不知道這個收到的消費者是誰 但是那個是我送的 有感受到我的 愛嬤嗎 Uber Eats 我要跟你аются 我要給我按摩 不管你 不要然後我們